NVIDIA今年強勢推出ARM的伺服器 ARM的伺服器叫做GLASS 是以美國第一個發明電腦的海軍准將GLASS為名 ARM的伺服器將可以跑到900GB 所以就可以想到為什麼Intel跟AMD 都要很快的加快這個速度 PCIe 4才用兩年而已 馬上就要推出PCIe 5 因為NVIDIA跟ARM的合併 雖然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但是ARM已經把伺服器做出來了 這個伺服器也將在台積電下單 所以大家來看Intel AMD NVIDIA 全部都在加速電腦的速度 包括這個汽車的還有這個物聯網 也帶動了非常大的競爭 AMD就宣布打進特斯拉的Model X跟Model X 它的這個PC 這個Sony的PS5跟Xbox的晶片 正式打進特斯拉 我們知道特斯拉 副門都要充電 充電最少要充半小時 所以這個時候在車上玩Game 其實特斯拉的Game 已經沒什麼好玩的 所以AMD這次打進去 就是要把高階的3A級的Game 可以在特斯拉的汽車上面玩 而且AMD更結合了三星 也就是說AMD現在要提供三星的晶片 讓三星的手機也可以玩電玩 所以你看高通這下慘了 一下子Notebook被Intel跟聯發科合作 然後手機被AMD跟三星合作 然後蘋果已經宣布2023年不要用高通了 所以現在高通的股價受到很大的壓力 回來我們請許博士來告訴我們 台積電在這個回合機 它今年股價從最高140萬塊美元 今天大概118 它有一些調整 我最近經常把台積電阿里巴巴 再加特斯拉 其實最早的時候 特斯拉那個阿里巴巴市值最高 中間有一段是特斯拉衝到8000多億 台積電一直中規中矩 現在台積電的市值大概6100億美元左右 阿里現在是5700多億 那特斯拉現在大概5800多億 現在這三家公司 台積電是變老大了 那我想台積電在這一次 2021年的科技論壇當中 它對三奈米的新製程 有非常多的報告 那我想我們如果從台積電新製程的發展 從7到5到3 現在這樣的一個發展的進程 未來的台積電對三奈米 整個在量產之後 對台積電會在業績上帶來什麼影響 徐博士跟我們來說明一下 是 謝謝社長 我們簡單的說明 未來這個先進的製程 就是晶圓代工的走向大概有2塊 各位投資朋友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先進的製程 剛剛社長有提到了 從這個3奈米是明年要量產 再來2奈米跟1奈米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但是它的重要度大概就佔一半 那麼另外一半就是所謂的先進封裝 所以台積電最近投了非常多的資源 到先進封裝上面 那麼這一次的Computex 台積電的先進封裝 特別提到的就是這一個三種技術 第一個技術叫做Info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手機的處理器 最常使用的一種封裝技術 它主要就是把這個晶片 利用這個導線重新分佈的方式 把它用半導體製程的方式去做封裝 那封裝之後體積很小 所以成本也比較低 就適合用在這個手機或者行動裝置裡面 那麼第二個 功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